《建民论推墙》 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10月1号 是《建民论推墙》的1781期 我准备这期节目的时候呢 国内呢是10月1号的晚上 那美国呢是10月1号的早上 那么中共呢是把这一天当作国庆日来对待 那么对于我来讲就叫国商日 所以说呢 我自从做自媒体以来 我所有的国商日呢 我一律都是穿黑衫的 因为这一天不是中国人民解放的日子 而是中国人民跪下来的日子 也就是毛泽东从1949年10月1号在天安门城楼上 宣布说从此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实际上站起来就他一个人 所有人都跪下了 也就是中国人民被共产党奴役已经七十多年 这么七十多年来可以讲 中国人民受惊了无数的人间磨难 那么问题是吗 七十多年磨难受下了以后 是不是这个怒火已经积压在心头 每一个人都知道这个磨难是来自于共产党 我们只有推翻共产党 只有把共产党这个压在人民头上的 因为这个三舵大船搬掉以后 人民才能得到解放呢 那么完全不是这样 海外尤其不是这样 也就是海外很多华人啊 还纷纷在那敲锣大鼓 唱着什么社会主义好 什么祖国好 在纷纷庆祝中共什么二十大 庆祝中共的什么国伤日 也就是海外的华人呢 尤其是福建华人啊 每年都会搞这样的庆典活动 福建很多华人在海外呢 他这个比例是相当大的 在美国的比例更大 也就是海外的福建华人 很多人他们当年都是借了高利贷出来的 很多人都是当做杀猪仔 然后呢 借了高利贷 被送上了那个偷渡的船只 很多人在还没上那个船时候 身上已经背了十几万美元的债务了 也就是他们背这个舌头呢 把他们送到美国以后 然后这些人基本上就在美国打黑工 在各个什么黑餐馆啊 或者是黑工厂里面做黑工 因为他们没有身份 他们又不会外语 他们需要通过不断的打工 他们自己奉献的这些贡献来抵充他们当年 当猪仔一样卖到美国的那个十几万美元 那么经过一二十年以后 这些人基本上就说再还完了 而还完以后呢 有很多人呢 通过什么假振臂啦 假结婚啦 就漂白了自己当地的身份 那么漂白了身份 你在美国就好好过就是了 你已经受了那么多苦 几十年被别人盘剥 当年借的高利贷 好不容易还清 现在无论你是假结婚也好 假振臂也好 真的在美国混到身份 你就好好地在美国安身利弊 在美国过一个正经人的日子 享受一点西方的民主自由 也了解你自己曾经中共压在你头上那么多苦难 通过你自己那么多年熟身 好不容易熟出来 你就过个像人一样的生活呢 他们不要 他们马上热爱共产党 他们每天敲锣打鼓 热爱共产党 帮助共产党去站台 在全美各地你到处看到华人的大小会议啊 大小庆典活动 少不了这些附近人 而且他们在这个里面呢热闹得很 所以说呢 很多人都想不通 网络上就登了说是北京某大学一个教党史的一个女教师 因为呢 在政治上受到党组织的排挤 受到他自己所在教研室的同时 给他穿小鞋 甚至诬陷他各种男女作风问题啦 跟领导之间搞不清楚的一些贪腐关系啦 最终他没办法这个人呢出国通过假振臂呢获得了身份 获得了身份以后就跟国内的老公就离婚了 然后在美国呢 嫁给美国一个老兵 那你就跟人家老兵好好过日子呢 你现在已经有美国身份了嘛 振臂嘛 是个假振臂身份 那么美国移民局如果没有来查出你的假振臂身份 给你混到了 你就在美国好好过日子就行了 不是嫁了美国老兵了嘛 他马上去办一份大外宣的报纸 办一份大外宣的中文报纸 通过跟大使馆的联系 变成了大使馆的座上兵 不断地在他的中文报纸上为党国歌功颂德 天天转发《人民日报》 他成了大使馆 主要在美国大外宣的一个重要的骨干人员了 而且每年呢 大使馆给他安排几次公费回国 回国呢 又可以跟国内的所谓同行呢 去交流他自己在海外如何办华文报纸 如何为党国抬轿的吹喇叭 如何为党国歌功颂德 说他是一个华人的爱国之心 我简直不知道这些人当年党国打击的时候 你是哭天喊地啊 他早就忘了无产经济专振铁拳 当时扎向他的那个狗头的时候 他的那个惨状啊 现在像他这样的斯德格尔摩中和证 到了海外三天饱饭还没吃上呢 他马上就去歌颂共产党 你觉得这样的华人在海外 他有一点点能代表一个民族的气节吗 说的嘛 所有海外的华人的脸都是被这些人丢尽了 也就是这些人实际上吃了共产党很大的苦头 但是回过头来他们就报销共产党 这种斯德格尔摩中国政的人在海外有的是啊 所以说呢 这个国上日在海外特别热闹 特别庆祝共产党要过什么过青日的人 都是这一类的人 这一类人往往都是当年被无产经济专振铁拳打得七巧生烟的 但是他们一旦呢 回过身来 只要没有死掉 他就不忘了歌颂共产党 所以像中国这个民族像这样的海外华人啊 真的呢 你是很难在世界上任何一个族群里面找到的 你看现在俄罗斯 俄罗斯侵略乌克兰 所有海外的俄罗斯人很少有人支持普京的 一直都是谴责普京的 为什么中共他要打台湾也好 中共支持俄罗斯也好 中共他去镇压新疆也好 镇压香港也好 你看海外的华人都是支持中共的啊 绝大部分的海外华人是支持中共要去打击香港 打击台湾 打击新疆 打击西藏 很少有海外的华人是坚决跟共产党划清界限去指责共产党的 一少部分像我们这类的就被共产党污蔑为民运 很多人都是把民运污名化嘛 所以说这就是共产党他自己在做这个事啊 还有我刚才讲的那个出国的那个女教士在海外做大外宣他也在做这个事 这就是华人现在的信号 海内海外都是这样 大家都知道无产阶级专政铁拳 它那个长臂管下它打得圆了很 很多身在海外的人都被共产党能够勾得到嘛 共产党在海外建立派出所就建立几十个啊 加拿大的总理特鲁多同意中共在加拿大政府设立公安派出所 光多了多就有三个啊 也就是变成了中国政府可以到海外设立他们的国际派出所 而这个派出所为他们提供各种情报的都是华人嘛 只有华人才去举报 只有华人才会按照派出所的这个想法 帮他们去侦查所有派出所要掌握的海外敌情 然后到共产党那去邀功领赏去会点狗粮嘛 你觉得这个派出所在海外干什么 在海外不就是打击中国的华人的嘛 问题是这种事情在加拿大能够发生 特鲁多能够同意 特鲁多是严重的出卖加拿大国家的主权嘛 哪有一国政府可以到另外一个国家的管辖范围内 去设立公安派出所的去办理警务事务的 哪有这种事啊 但是特鲁多就是同意 所以说共产党在加拿大能成功 在全球很多国家都能成功 目前来讲中共在海外一共办了五十多个派出所 所有它设立派出所所到的地点 在当地的华人都形成什么 都形成跟这个派出所去构结 然后帮助共产党去打击海外的异议人士 所以说像我们这样的人在国内 共产党有派出所管的你 你到了海外共产党仍然到海外去设立国际派出所 仍然会有一些投靠共产党的这些不齿的华人 帮助共产党去为虎作唱 所以呢今天这个所谓的国残日 要让所有中国人都记住 你们总有一天要把共产党推翻了 车里把共产党执政的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完全推翻了 还人民一个自由民主的政府 我们没有这个国残日以后 人民才可以获得自由解放 好国残日我就说到这 那么跟大家谈一下乌冬局势 也就是乌克兰局势在这一次普京策划了乌冬四个州 它所谓公投然后自动倒向俄罗斯以后 那么国际局势又发生了重大变化 也就是整个乌克兰和俄罗斯 他们这个战争呢现在面临着巨大的升级 因为这乌冬四周它的公投实际上是个假公投 全世界都不承认的 但是普京现在呢就信誓旦旦把这四个州呢 划成了俄罗斯领土 而且他派大量的俄罗斯军人进入这四个州以后 他对国际上宣称他是在保卫自己的国土 他现在对乌克兰的侵略战就变成了是国土保卫战 而在这个时候他不忘用核武器去威慑全世界 也就是告诉西方国家 你们哪个敢干涉我就不要忘了 我普京手上是有核武器的 我随时可以通过核武器来保卫我俄罗斯领土 保卫我俄罗斯刚刚公投愿意加入我俄罗斯四个州的领土 这是呢普京呢他现在对全世界呢发出这种狂妄的叫嚣 那么普京如果把战争升级真的在乌东或者是在乌克兰地区 自射了核武器以后将会给全球带来巨大的这个灾难呢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国际社会呢一边是谴责普京 一边也希望这件事情呢能够通过谈判通过双方大家调停呢 能够把这个事情降温 川普总统就专门发了他的推文 川普也表达了明确的讲话 就是他愿意去调停俄罗斯和乌克兰 也就是川普他愿意以他个人的威望 以他跟普京过去的交情 以他跟乌克兰、泽连斯基曾经的这种友谊 他愿意站出来去调停泽连斯基和普京 让乌克兰和俄罗斯呢能够化干戈为玉帛 也就是双方呢不要呢大打这个战争 把战争升级尽量的把这个战争控制到有效的范围内 绝对不允许世界上爆发任何地方的核战争 这是川普的想法 问题是川普是拜登重点打击的人啊 拜登他怎么可能愿意川普作为美国的特使 来调停俄罗斯和乌克兰呢 所以说拜登百分之百是反对的 但是拜登这种反对是出于拜登个人的势力 出于他民主党的这个偏见 而不是站在国家利益上面 也就是站在国家利益上任何一个有能力有威望 能够得到乌克兰和俄罗斯双方认可的一个国际政治人物 由他来调停能够把战争把它由大化小 由战争最后变成和平 这都是了不起的功训 管他这个人是谁 为什么拜登你要坚决反对呢 拜登每天都心里面打着小算盘 因为拜登是嫌这个战争的事儿不大 拜登是希望这个战争呢继续扩大 希望乌克兰和俄罗斯呢继续打下去 为什么希望打下去呢 因为打下去除了美国军火商可以做到生意之外 拜登从政治正确的角度上来讲 他可以在所谓援助乌克兰方面占据道德高地 所以拜登是看热闹不嫌失大 对于拜登这种行为 美国国会里面很多政治家看得很清楚啊 人家都知道你拜登他激励的反对川普 在全球推广什么绿色人员了 看起来好像民主党 他是为全球和平全球环境治理 他做出的贡献 背后什么背后是他自己有肮脏的交易啊 美国国会就有一位黑人议员 在前两周的这个国会质询上面 质问拜登他的绿色人员 你的绿色人员究竟你要达到什么目的 他明确就指出 你拜登推广的电动车的绿色人员 你推动的整个美国和欧洲以及西方所有国家 都要坚决执行绿色人员 你不就是希望给你儿子做点生意吗 那么这个绿色人员跟他儿子做生意有什么关系呢 也就是这个黑人议员明确揭露了 拜登他的儿子亨特拜登在从事的 跟绿色人员有关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骨矿的交易 什么叫骨矿的交易 也就是呢所有的这个电池所有的绿色人员 他有一个来自重要的一个金属产品叫骨 而骨矿呢在全球最大的含量呢都在钢骨 钢骨的这家骨矿就被中国的一家公司收购了 而中国收购的这家公司是通过亨特拜登牵头的 亨特拜登既是牵头方也是投资方 跟中国一个所谓的国有企业 实际上都是权贵把控的垄断企业 跟他之间有大量的背后的内务交易 也就是拜登和中国的公司联合收购了当国的骨矿 然后通过这个骨矿所产生的这种金属 向全球的所有的绿色人员提供它的原材料 也就是亨特拜登通过这个交易不仅仅自己是赚了大量的钱 而且今后对全球所有推广历史人员 推广电动汽车都有什么都有话语权 这就是亨特拜登在干这个事吗 但是拜登说他不知道 然后这个黑人一冤就反撑相继就讲了拜登就说 我有三个儿子 我的儿子有的人跟我十天都没有见过面 但是三个儿子每天在干什么 我清清楚楚 你作为一个美国县总统前任的美国副总统 你对你儿子亨特拜登每天在干什么 你不知道 他跟中国这样的交易你不知道 他们一起收购了当国这个骨矿 你不知道 这个骨矿是做什么用的你不知道 为什么你要推行绿色人员 而绿色人员里面 股市里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原材料 你拜登真的不知道 The purpose of the h-res is quite simple to get information from the president with respect to the business dealings of his son Now the president has told us time and time again Frankly it's a lie But the president has told us time and time again That he has no idea what his son is actually doing Now ladies and gentlemen We all know that is the dumbest thing we've all heard I have three sons I've been away from my sons for ten days But trust me I know exactly what they're doing It doesn't take me long to pick up a phone And ask or to find out The president knows what his son is engaged in What his son is primarily being engaged in Is a mineral called cobalt Let's educate the committee on cobalt Cobalt is a mineral A metal that is essential in the manufacturing Of electric vehicles Cobalt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components Of electric car batteries Solar panels And other renewable energy sources A Tesla long range vehicle requires ten pounds of cobalt More than 400 times the amount of cobalt needed in a cell phone Two thirds of the world's cobalt production comes from the Democratic Republic of the condo Hunter Biden has been heavily involved in the 2016 sale of a cobalt mine in the Democratic Republic of the Congo To a company that is a Chinese company He was very involved The New York Times has reported on his level of involvement So do you mean to tell me that Joe Biden who was then Who was a former vic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n candidate for the presidency of the United States Now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Had no idea that his son was engaged In the sale of a cobalt mine to a Chinese company At the same time When the centerpiece Of Joe Biden's energy policy Is electric car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more green technology I mean come on folks That is just crazy So you say this黑人 Hal不留情地 給拜登 把他揭露的體無萬福 那麼在這種情況下 可以講 美國很多政治家 都看得清楚 拜登在幹什麼哈 拜登就是裝傻 他就說他兒子幹什麼都不知道 至於無動戰爭 這我已經說過了 拜登他是什麼 他是看著人好不嫌事大 他就希望這個事情越大越好 而普京呢 他自己本來是想一口氣 拿下這個烏克蘭的 但是這個戰爭打了半年多以後 根本就沒有能力拿下烏克蘭 俄軍的這個戰術水平 戰力水平 他的武器水平 他的後勤補給 遠遠都跟不上普京想吞併 烏克蘭的這個速度 在這種情況下 可以講 歐軍反攻以後 歐軍是打的大敗 到了這個時候 普京只能心生一計了 也就是最終的目的就是霸佔整個歐東四個州啊 現在我們就不跟你打 我們就把這歐東四個州那些想方設法呢 把它劃到我俄羅斯領土上來 因此就在昨天9月30號 莫斯科人民的這個荷爾松州的州長 以及那扎波羅熱州的州長 還有普京本人以及那個自封為頓列此刻人民共和國的總統 和盧干斯克人民共和國的總統 就是實際上就是武東四州的領導人加上普京 他們一起在莫斯科紅場呢 舉行了一個盛大的歡迎儀式按照普京講就是歡迎這四個州加入俄羅斯領土歡迎你們回家 而這四個州要么是普京人民的傀儡州的要么就是自封的什麼共和國的總統 他們一起歡呼他們加入了俄羅斯 那麼對於這四州的公投的結果全世界都不承認的 美國首先就是不承認 美國講任何時候都不會承認這四個州 他已經從烏克蘭獨立出去算是分裂成功 然後最終秉入了這個俄羅斯 美國是堅決不承認永遠不會承認 而且美國和西方七國全部表態 西方七國跟美國的立場是一模一樣 永久不會承認這四個州他們已經所謂宣布公投獨立 然後倒向俄羅斯 也就是他們這個公投完全是在俄羅斯士兵機槍和刺刀下完成的 這種公投沒有任何公正性和自由性 因此來講這種公投全世界都不會承認 只是你普京歡喜你普京歡喜 你普京承認是你普京承認 問題是你普京還能活幾天 普京的這個泡沫早就破滅了 普京當初剛剛當政的時候他喊出了他自己的豪言壯語 就說給我二十年還一個強大的俄羅斯 那麼現在普京執政已經不止二十年了二十二年了 俄羅斯人民沒有一天看到一個偉大的曙光啊 整個俄羅斯的經濟是極度蕭條的 他的GDP是非常低的 俄羅斯的GDP不抵中國的一個省 不抵廣東省也不抵江蘇省 就是他連中國一個省的國民收入水平都達不到 你要那麼大領土幹什麼用呢 而且俄羅斯超低的生育力 基本上是稀稀拉拉的人口 遠遠不足以覆蓋這個世界上面積最大的國家 也就是普京有那麼多的領土 根本就沒有人口根本就管理不過來 已經有那麼多領土都荒豐著 他還不斷地要擴充領土 他陷入什麼他陷入領土大國家就偉大的思想 普京一直是這種大俄羅斯的霸權思想 而西方尤其是德法兩國的領袖呢 一直對普京這種思想呢是相當綏靖的 也就是在普京他前面這個執政的這一二十年裡面 普京無數次去蠶食過其他地區嘛 像格魯基啊克米尼米啊普京都幹過啊 而德法兩國的領袖主要是默克爾和馬克龍 他們一直對普京相當的綏靖的 也就是當普京侵略格魯基啊侵略摩爾多瓦 甚至以公投的名義去霸佔了烏克蘭的克里米亞的時候 所有普京做這些事的時候 西方的領導人基本上都是默許的 也就是他們完全沒有對普京徹底絕望 等到這次對烏克蘭完全攻打 而且烏東四周他公投要獨立出去 屬於俄羅斯的時候到這時候西方醒了啊 這時候默克爾早就下台了啊 馬克龍雖然他不敢公開再繼續支持普京了 但是他暗題裡面我相信也是心裡面安安後悔的 也就是這麼多年對普京的綏靖 普京不但沒有收斂 普京只是一步一步擴大他侵略的步伐 因此來講的話 普京竟然攻打烏克蘭才把他的底褲打出來 也就是等到普京進攻普京認為他肯定能贏時候 結果人們一看你俄羅斯的軍隊 哪是什麼全球第二強大的軍隊啊 基本上就跟當年德國入侵前蘇聯時候 當時的蘇聯紅軍的水平一樣武器落後 兵員老化管理非常差後勁不及跟不上 也就是當時如果蘇聯紅軍不是美軍參戰的話 可以講蘇聯紅軍早就潰敗了 那時候斯大林那一點本錢已經給希特勒打光 要不是美軍參戰的話去拯救歐洲 說不定希特勒就吃掉了整個蘇聯 就沒有在俄羅斯領土上再講俄語的都是講德語了 所以說普京從來不吸取教訓的 他自己根本不知道他的本錢 他根本就不知道他俄軍的水平 比當年的蘇聯紅軍根本就被強到哪裡去 當他強行去侵占烏克蘭的時候 結果半年下來給打這個屁滾撩撩 完全俄軍就愧不成軍 在目前這種情況下 普京知道繼續打他是一點贏的效果都沒有的 只好什麼鼓勵這幾個都攻投啊 你們攻投以後你們資源加入俄羅斯 你們就算是俄羅斯的領土了 我現在就是在俄羅斯領土上保衛自己 如果烏克蘭反攻所有這些領土都被你烏克蘭佔領的話 普京甚至把核武器扔到這四個州 他說是扔在他自己國土上啊 這不是挑起國家大戰 我只是在自己國土上做核實驗啊 所以說普京什麼話頭他都來 但是他對全球的這個核威脅呢 他是嚇不倒美國和嚇不倒西方的 美國已經嚴正警告普京 如果你敢動用核武 那美國堅決是還擊並且對你合腳線 也就是會徹底清楚你俄羅斯永和的能力 你普京試試看啊 不僅是普京你自己會像希特蕾亞自閉於克里姆林宮 整個俄羅斯從此不會讓你再有永和的國家 美國和西方社會一定做得到 而你想跟全世界同歸於盡 你沒這個機會你沒這個技術 美國一定是有能力控制你普京的核武器 當你的核彈飛出去的時候 這個彈頭很可能是回頭打到你自己的基地 打到你克里姆林宮去 對於歐東四周的公投全球根本就不承認 沒有一個西方國家會承認的 北約以他的秘書長斯托爾滕貝格 他昨天發布的這個新聞發布會上面就明確譴責了 也就是俄羅斯想吞併烏克蘭的四個地區的非法行為 北約是絕對不承認的 針對普京威脅要動用核武 北約表示烏克蘭完全有權力收復自己的領土 北約支持烏克蘭一直到該國解放全部領土為止 俄羅斯如果敢動用核武器 最終的結果就是俄羅斯玩火者自焚 除了所有參與核武器裡面 所有執行這個命令的所有將士全部會葬身火海之中 而且俄羅斯將會被國際社會全部剿介 你不可能再獲得你自己擁有的核能力 而在這個過程中呢聯合國案例會也專門在禮拜五呢 召開了譴責俄羅斯吞併烏克蘭四地提案的表決 中國呢是不敢公開支持這個烏東四周呢 它這個公投的你敢支持這四國公投 那麼台灣也就可以公投香港也可以公投 西藏新疆都可以公投中共是絕對不敢的 但是中共又不能忘記它要去支持俄羅斯 所以最終中共呢是投了個所謂棄權票 無論你中共你表面做什麼動作 全世界都知道你中共跟普京是穿一條褲子的 而烏克蘭總統哲連斯基呢就在9月30號 也就是普京企圖通過公投去霸占烏東四周 他這個陰謀在他自己剛剛開始的時候 那麼哲連斯基和他們國家的總理以及他們烏克蘭的議長呢 三個人一起簽署了烏克蘭遞交加入北約的這個意見書 他們三個人當場集體簽名的希望呢把烏克蘭一起加入北約 而對於烏克蘭在火線入黨火線加入北約的這個事情呢 北約秘書長斯特爾滕貝格呢他舉行了發布會 他首先宣布北約譴責俄羅斯吞併烏克蘭領主 其次呢他明確表達北約的立場就是北約不是衝突一方 我們支持烏克蘭但並不會讓我們參與衝突 我們支持主權國家捍衛自己的主權 同時呢第三條也明確說過現在不可能馬上就接受烏克蘭加入北約 因為沒有快速通道程序加入北約有一個漫長的程序 這個程序他必須把整個過程走完 普京在今年侵略這個烏克蘭之後過去對北約加入不加入一直漫不經驚的很多歐洲國家呢 他們著急了像瑞典和芬蘭他們趕緊就申請了他們希望立即加入北約 那麼在瑞典和芬蘭要求加入北約之後呢 那麼要需要得到北約所有國家的批准 那麼最重要得到美國的批准了 那麼在今年八月份美國國會參議院呢就批准了瑞典和芬蘭這兩個國家都加入北約成員的申請 目前呢現在還有兩個瓶頸一個就是什麼一個是土耳其第二是匈牙利 因為土耳其呢現在在漫天要價跟瑞典和芬蘭要很高的價錢 滿足他們的要求以後呢他會同意瑞典和芬蘭呢加入北約 而匈牙利就不一樣了匈牙利他沒有要價的本錢 但匈牙利是站在邪惡的立場上是站在普京站在中國的立場上很可能最終就是瑞典和芬蘭加入北約非常不順的 就是由於匈牙利在裡面作祟是匈牙利跟普京跟中共穿一條褲子幫助中共和普京潛伏在北約裡面 在北約裡面搞破壞的匈牙利完全有可能扮演這樣的角色 所以說目前來講任重而道遠芬蘭和瑞典加入北約還沒有那麼順 烏克蘭要加入北約顯然就不是馬上就能做到的了 而且目前來講全球都是支持烏克蘭你怎麼去戰勝俄羅斯 目前把烏克蘭馬上就拉入北約把北約一起拖入戰場 北約現在堅決不願意這也是什麼北約國家尤其是美國現在不會隨隨便便把自己的兵就派進去嗎 這還要看什麼還要看整個力量對比也就是普京如果根本他已經意識到他完全失敗了 他向國際社會繳械他從烏克蘭全部撤軍把這所謂攻頭的四周這個鬧劇把它結束 普京可能還要活下一條命如果普京不惜動用核武 那麼最終什麼核武不但是埋葬了普京埋葬了所有俄羅斯進攻的部隊 更重要的是解除了俄羅斯所有的這個核威力 也就是從此俄羅斯被解除這個核擁有國家以後 那麼世界的太平要剪掉一半剩下的最後一個就對付中共就行了 拿掉了俄羅斯中共故障難民也就是把俄羅斯消滅再先 中共消滅再核武好今天的節目我就跟大家說到這裡謝謝大家